屯門公路近深井 有私家車失事撞向一架工程車 私家車司機不顧而去 涉事私家車車頭毀爛 擋風玻璃破裂 安全氣袋彈出 而工程車車尾也撞到凹陷 現場消息指 一架私家車凌晨3時多 沿著屯門公路向屯門行駛 去到深井嘉惠住附近 為了失控撞向路邊一架工程車 警員到場時 司機已離開現場